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一开始讲运球的启动 假设如果你这球带着球 我们带球 带球 带球 突然间你想过它 你会用什么动作去过它 怎么令自己加速的动作 我们试试看 假设我现在是在做一个防守者 我们试试看 我们试几球 我带着球我马上来了 好 再来 OK 好 再来多一次 我们再看一次 认真的 对 OK Good 好 再来多一球 好 没球啊 平 好了 好 我们看了两次了 两个都会是比较会做这个的 OK 压左 起动向右的 那燕姐呢 它会有一个 小小的带动 然后再起的 这个是平时就会这样大波 OK 首先讲 那个动作 我们怎样可以令自己更有效 就是如果我们要向右边起动呢 你要先 先尽量运球去左边 不要想着呢 明刀明枪那样去撞它 那其实人家防守也是最压力的 为什么要先将它推向 先去带去左边呢 就是防守者 先偏向中间 大家试试验姐你骂我 我要过这边是不是 我现在这样过 你过的时候 其实防守者会动的 就是大家记住 你启动的时候 你预计防守者会动 我一去游 其实你会将你的角度进一步推扎 就算你过到它 我当我过到你 压到你 看到它的角度下去 其实都很窄 我们启动的时候 尽量记住 我们先 如果我要去右边 是不是 我们扭到它去左边 然后再压 我就会下一个大位 其实这个动作跟你刚刚一样 铺牌上你要做好就是 我们先带过左边 然后 cross 弹起 落地加速 第一个就是 我们带过左边的时候 我们上次做过的 后拉运球 拉起这个球 我拉运球的时候 我现在突破的地方 是你 碰不到的地方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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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一定会移过来的了 然后我先cross 这一下就是刚刚你做了会轻微弹起的 在这个弹起的时候 正常你都会横跨步的 嗯 横跨步和横跨步中间呢 正常有换脚的动作的 那这一下我先加速 我就会过到了 OK 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刚刚你唇向右 你过到人的 但是呢 你就会有点被人逼外了 他们两个已经做得好 就是起码它不是向前加速 因为很多人加速的时候 就只是向前 我们加速的时候应该向右 过这个人的时候 我们是肩膀 很sharp的 过这个位 OK 所以我们是 向这边 所以第一样东西 你要将这个人移过来 你记住 我要铲进去 你一定有个概念 将这个人 引过来 我先过去 你会最容易过到人 明白吗 做回刚刚那个动作再来多一次 你记住 我们在中间 我们加一个核心的启动 怎么用核心就是 先带过来 停 记住 先不要污前 先升直 拉 那个球不要在前面 再拉厚一点 为什么那个球不要在前面呢 你的球在前面 你会将你切入角度推窄了 拉开一点 拿着 你现在这个 你的角度大很多 我要手里的角度大很多 嗯 明白 那我就要这样移 其实这个时候 你的空间才会更加大 所以记住 当你重心中前 没错 速度上你是有优势的 但是 角度 你会很窄 第二 你告诉我 你会冲 你也把我的防守 我也会更加快向后退 明白吗 所以记住 我们拉起个人 拉起个人 对了 向着 胸口都是向着那边的 拉起个人 然后 锁子弹起 再彈出去 对了 升起 停停停 不要看着前面 对了 对了 看着队友 对了 太快了 这个你减了速的 看到吗 记住 我们的动作 这个球来 记住我们的动作是 大 大 对了 Cross 彈 然后再加速 明白 对了 这一刻 我们就是 这里要用核心 拉 拉 拉 Cross 彈起 我们就是 Cross完之后 彈起 落地加速 明白 试一下 试一下 Cross 太快了 再来 Go 拉 拉 Lazy 不行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再Lazy Pause 彈起 对了 这下加速 是好 对了 太 不行了 还是太高 太有绝招的感觉 你会遇到一个很强的防守 你再看一次 看一次 阿萍你抹我 这个就是你的感觉 绝招 是不是 你不是过不了它 但是你会变成是一个 比拼力量 和速度的情况 对它有利 还是对你有利 一定是对它有利 因为你还要上揽 它不用 它挡到你就可以 所以记住 你是要 慢的 好了 你如果迫来的话 你轻轻拉后 它会进一步迫来 我们就是 拉后 再加速 明白 我轻轻变 一轻轻变 一轻轻变 一轻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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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吗 我到最后再 当然再拿多个假动作 我就可以 变得到你 如果要启动 你们两个速度不慢 但是你没有安排没有铺牌 就是你没有让自己变快 快的感觉就是由慢突然变快 这个是最容易过人的 你们的变化就是60变80 你试试10变60 2个个60变80 你前面再慢一点 慢一点,弹起再加速 我们先练这个 再来 拉 对 不要收 再来 拉 对 再过再斜一点都是 向前走的感觉 你一定要 对 你就是大位 因为你真的会过我的 我们先做一个 拉,拉,拉停 再来,记住 你要告诉别人去那边 所以你不可以平腰 我们要 这边要告诉别人 我们肩膀第一样就是 你的肩膀要动 所以我们是想着肩膀轻轻挨过来 然后才靠最后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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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这个 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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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